一个人对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能着像 因为像就是有感情 因为你就是要把自己心中的感情去掉 你才会达到空思空想 这就是金刚经当中常说的 无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受者像 简单的讲就是没有自己了,没有我像了 没有其他人的像,看不见了 没有众生像,那你就得到平等心了 所有这一切就叫没有众生像 所以你就能证悟,就能空性 所以做人非常难 你要想让自己真正的修出 无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受者像 这就是要付出 这就是要让自己的心能够明白 我心不动 我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空的 我所见到的一切 我所见到的一切以后也会变空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变得这么执着 这么难以让自己救度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人要活得圆满 就要依着自己因缘而生灭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有因了 有这个缘分了 生出来 灭掉 是随缘的 因为他们都不能改变你自己 因为你有平等心 所以因缘而生灭 所以因缘而生 因缘而生灭 就是生了这个心去做某一件事情 灭了也是这个心去把这个事情结束 我们经常说 修行 要从修物 智慧 来觉受 证物的法会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修行的人 首先 要从修 修了之后慢慢会开悟 开悟了之后 才会有智慧 有智慧 才会有觉受 觉受是什么 来感觉 和理解 受到理解 理解是什么 证物 就是证实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这个世界是无常 我验证了 然后呢 才会开悟 开悟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不是智慧了 那个时候是法会了 法就是我们说 菩萨的法 会那个是智慧的会 所以一个人要早一点 见证 所以佛陀曾经也说 佛法里面也有几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就是有些在人间的事情不能说 只能靠大家去悟 所以这就产生了很多人 能够一事修成 很多人一辈子不开悟 他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他就会永远掉了一个人我之中 一种没有智慧援容的色相当中 所以讲来讲去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实际上 这个就是最好的 让我们懂得 今天你拥有的一切 很快的就会没有 今天你没有拥有的 你很快又会拥有 所以这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很多人拥有了婚姻 争吵 不接受对方 然后慢慢的嫌 嫌弃 到最后离开 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这就是色即是空 等到他以后再找一个的时候 那么空即是色 他又有了一个 所以菩萨要我们 懂得受想形式 全部都要拥有智慧 你今天的五印即空 色受想形式 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明白 它虽然是空的 但是它毕竟还是你可以借假修真的东西 所以真正修佛是修智慧 真正修智慧是修法慧 真正修法慧目的就是要能够用自己的世慧和法慧来成全自己心中的菩萨和佛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的原因 所以学佛人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学佛是一个境界 因为这个境界是看不到的 通过你自身对世界的认识 对某一件事物的理解 可以达到你真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这就是证悟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